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把一箱将物资装上飞机 次日 这架中国国航的货运包机 载着旅南华侨华人中资企业员工 筹集的重达50余吨 7150箱的286万只口罩 飞往他的目的地 中国 阻击国人民正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煎熬 海外侨胞感同身受 和南非一样的感人场景 在西班牙 俄罗斯 日本 美国 澳大利亚 韩国 菲律宾等地一遍遍重演 全球华侨华人与国际友人 新系中国疫情 纷纷投身支援中国战役的热血洪流 希望我们提供的这些微部主导的帮助 能够鼓励和支持 奋斗在我们一线的同行们 我们就想做点事情 为侨胞 为家乡 希望这场灾难早一点结束 你们是最棒的 武汉人是坚强的 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瘟疫的战争 海外侨胞支援中国战役的渠道还有很多 如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联合中华医学会等机构 从大年初二开始 在海外展开募捐活动 也得到了海外侨胞热泪响应 从企业机构到民间组织 都纷纷行动起来 仅半个多月时间 就募捐到106.81万件防护用品 使60多家医院得到援助 许多企业和个人匿名献出爱心 有一个企业是我们这个捐盘 数量非常大的一家企业 3400多 交进3500万 但是人家捐了钱以后就保守了 现在国家有困难 我们处理是应该的 不需要需要的 也不让我们去 这些捐款捐物呢 都凝聚着海外侨胞的这个 这份心意 我们也会努力地把他们的这个 每一批物资 每一笔钱款都落实到最需要的地方 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世界各国政府 国际组织和个人 也陆续参与到支援中国战役的行列中 到3月初 已先后由71个国家 9个国际组织向中国提供援助 世卫组织还派出专家 前往湖北武汉等地考察 在中国举全国之力奋战之时 很多国家声援中国 愿意与中国携手抗议 2月20号韩国新任驻武汉总领事江承熙 携一批救援医疗物资 乘货机抵达武汉天河机场 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刻 江承熙逆行回汉 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 韩国跟几个中国 特别韩国跟这个湖北城 还有这个武汉 关节非常地逆劲 希望中国加入回处 正常韩国跟中国湖北武汉 同种攻击 除了物资的支持和帮助 许多在中国工作和学习的外国人 也加入了志愿者行列 在广西阳朔生活的南非人 伊恩·汉姆林顿 本是当地一家酒店老板 疫情爆发之后 他主动要求加入当地志愿者服务队 每天与村民一起 排查往来车辆 监测体温 做义务宣传 我觉得中国阳朔 是我自己的家 为了大家的安全 我们大家都是前天去旅客 量一下人的气温 看一下水 区区进来 希望能快点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希望我自己家里人 包括妈妈生意 英国能快点 再来养手 在全世界的关注目光中 中国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质疑力大幅上升 3月10号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在瑞士日内瓦表示 中国近期新冠病例下降趋势明显 疫情局势实现逆转 中国的抗疫措施 经过实践取得明显成效 值得借鉴 然而 就在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 新的战役却在世界其他国家陆续打响 截至3月底 全球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出现新冠肺炎病例 全球累计确诊病例不断攀生 数万人被一魔夺去生命 疫情迅速扩散 海外侨胞身处危难 这牵动着祖籍国的心 中国各驻外使领馆迅速反映 向侨胞发放生活物资 普及防疫知识 提供救助服务 各地侨乡通过提供远程医疗咨询 向海外乡亲捐助口罩等 切实有效的办法 让侨胞感受到祖籍国的温暖 与此同时 更多侨胞立足驻在国 开展防疫救护 侨团 华社集体行动 展现团结力量 我们都积极地做好自我宣传 特别是在一些微信群里面 侨胞之间也是互相分享这种疫情的信息 侨胞比如没有口罩的 我们就在那里免费地给那些侨胞送过去 大家特别的团结跟互助 我们成立了罗马侨界疫情应对小组 提示每个侨团做好应急的一些医疗物资 这个要根据国内的这些天天过来的 我们要学习它 把它实际地行动起来 把它做好 其实对于这个疫情 对中国学生或是中国在这边工作的人 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但不过相对于美国人的话 华人的防疫的意识还是比较高 我希望这个疫情赶快地结束 大家会恢复正常的生活 三月以来 中国以外全球疫情扩散态势强劲 多国政要确诊新冠肺炎 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相继采取封城措施 国外医疗物资严重不足等消息陆续传出 投我以木桃 抱之以穷摇 中国在本国疫情防控任务艰巨的情况下 仍然向世界各国伸出援手 中国先后向韩国日本意大利等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国家提供抗疫物资 和检测设备等援助 并陆续向意大利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 多个国家派出专家组织员 同时与全球一百多个国家 十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 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等多份技术文件 并向世卫组织捐款两千万美元 用于支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合作 作为一名疾控工作者 我感觉很自豪 把我们中国今天分享给他们 也希望意大利方的疫情得到早了控制 诚如中国企业援助意大利物资上所应的 古罗马时代哲人塞内加的话 我们是同一片大海的海浪 同一棵树上的树叶 同一座花园里的花豆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里面 深入人心的今天 中国与世界各国正同心同德 共抗时间 是要恶一模之咽喉 还世界以祥和 天机幻和飞浪 白衣无片线 黑山浑山山连山 无被包围长 炸面窝 吃干面 笑感的麻糖 将军的线 六渡桥的女子 大别山的汉 汉原的甜水 红辣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